在什么情况下老虎能像狮子那样结盟? 大家都知道老虎是独居动物 种群内部争斗并不会像狮子那样接班拉拍打群架 无论是野生的如领地之战 还是圈养的如生活中的小摩擦 老虎都是一对一的进行对决 旁边有别的兄弟或姐妹的话 也是冷眼旁观 出手相助难如登天 然而有这么一种情况却能促使老虎抱团对外 那就是因为爱情 这只大老虎名字叫做十六强 俗称大强子 是圈阳虎里面的国际巨星 别看它的体型如此巨大 但曾经也是挺怂的 一直受到另一只老虎明星虎飞的欺负 乃至一帮磁狮的群殴 更稀奇的是带队群殴国际墙的磁狮 正是大王虎飞的女朋友 当然这里虎飞的跨物种爱情 传奇承诺不是重点 重点是老虎结盟的基础是配偶关系 但后来大强子也遇到了一份爱情 一只名叫小凤的磁虎开始相伴气左右 这时候称霸四虎员的虎飞再想欺负他 也就没那么简单了 媳妇会帮他一起对抗强敌 虎飞被大强子夫妇打败之后 园区又出现了只黑中雄狮开始横行霸道 这天他突然袭击大强子媳妇小凤 竟然当着大强子的面 以前都是小凤帮大强子 关键时刻大强子也会像个爷们一样 帮助自家娘们吗 滚脯子 没错 这是老虎最像人类社会的地方 有人打你家媳妇 不行 必须把早茶的削得一塌糊涂 好